大家好,十多天前老公打了加强针,也就是第三针,我还在犹豫打不打,因为看到报道,就心存侥幸地以为明年一月疫情会消失。 但在南非查出的新Omicron变种病毒在全球引起恐慌,这个病毒感染的国家也逾日俱增,看来还要继续生活在疫情中。 我前两针是半年前打的,据说有效性降低,是该打第三针的时候了。 趁着休假,上午十点多冒着大雨来到老地方打针,本来想在家附近的药店打,发现要预约,也不知道哪一天能预约到。 现在这个药店因为地处比较偏,一打电话就让来了。 到了后一如既往的先填表。 与上次不同的是发现有不少年纪比较轻的人也来打针。 等待期间发现药店的内部有所装修,打针的小屋门,颜色也变了。 室内的摆设与上次不同,这位打针的美女护士也是以上几次不同的人。 美女麻利地打了针,我似乎觉得被蚊子咬了一下。 我夸她技术好,她很开心。 这是打针的卡片,上面记着打了几次,是什么针,辉瑞,即日期。 顺利地打完了针,回到车里,等15分钟,才开车回家。 大雨一直在下,恶劣的天气影响了我的心情,想着接下来不知道有什么反应了。 在家上班的老公说,趁着还没什么不舒服,先多做几道菜准备着吧。 我想想有道理,就做了四季豆烧肉和冬瓜肉末。 把衣服也洗了,做好躺床上两天的准备。 又出了一些邮件,发现保险公司把老公打的第三针账单也寄来了,上面显示费用90块01分,全由保险公司付。 到了傍晚,左胳膊打针的地方略有酸痛,晚饭照常,几乎吃完了准备的菜。 你打针十四个小时以后,凌晨一点多,开始全身发冷,盖了三床被子,迷迷糊糊的睡到天亮。 这时候除了有些低烧,感觉还好,没什么大的反应。 看来这次打针安全度过了。 谢谢收看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再见。 谢谢观看